大家好,我是讲故事的老范 今天啊,跟大家说说这个周杰伦的NFT被盗的事啊 周杰伦的数字产品被盗 应该是在4月1号啊,愚人节这一天 这个周杰伦呢,在他的Instagram上发的文章啊 说他的这个叫无聊猴的这个产品啊 叫BAYC,然后呢3738号啊,这个NFT被偷了 然后这个NFT呢,待会我们再来稍微讲一讲NFT是什么啊 就如果没听过我前面的故事 这个这个数字藏品啊,是别人送给他的啊 不是他自己的,为什么呢,要强调这件事呢 是因为这个周杰伦其实自己还发了自己的这个数字藏品啊 叫杰伦熊还是叫什么东西啊 卖的反正也不怎么样 然后这个东西呢,就被偷了 然后怎么被偷的呢 叫钓鱼网站啊 什么是钓鱼网站呢 就是他有个网站,然后让你去输用户名密码 就像钓鱼一样吧 你把这东西输进去了 那么你就这个任人宰割鱼起鱼求了啊 这个事就就就完事了 你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钱就不是你的了 咱们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钓鱼网站啊 就是一个网站放在这儿 然后你上去以后要求你输 这个比如说啊 微信登录啊 微信登录其实还好 有很多QQ登录的 要求你输QQ名 QQ密码 QQ号 QQ密码 然后呢 你批啦扒啦输完一按确认 他也让你登上去了 可能或者说告你没登上去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做完这个过程以后 你的QQ名QQQ号 QQ密码就被他拿走了 像这个啊 钱包这个事呢 是应该叫小狐狸啊 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存这种啊 数字藏品一般都是小狐狸 它是一个插件 这种插件呢 就是啊 我登到任何一个网站上去 说我现在需要验证 然后需要进入你的这个钱包里头去处理 你需要去去认证这个事 但是正常情况下的话 就是 就是你肯定是他不能取得你这个钱包的全 完全的这个权限是取得不了的 但是呢 他可以会诱导你 比如说你登录了 然后授权了 说我现在要验证一下 你是不是有这个东西 或者是什么样的 肯定是啊 做了一些这种错误的诱导啊 然后呢 就让他把这个啊 无聊猴的这个头像就给输掉了 并没有说这个像这种的话 就是一般不会说一下把你钱包里所有东西都拿走 那他会拿走你啊 一些东西 就是他会说你有没有无聊猴给我展示一下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 说看完了就完了啊 看一下 但是呢 他可能在这个这个字字的下面告诉你 可能是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啊 然后再诱导你去说点多点了几个确认啊 多按了几下这个什么同意啊 然后呢 在这个这个过程中呢 就就完成了交易啊 他有有的时候是可以这样干的 就按道理说呢 这个周建伦应该是啊 大概率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被骗走了以后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反复被卖嘛 这个东西你说哎 我骗走了就搁那了 这事呢 就好办了啊 因为这个前这个区块链交易啊 他都是这个系在供链上的 然后是不可修改 这个所以你一旦是这个啊 被骗走了 那么你说这个账号在在神那 你是可以要的回来的啊 这个或者说你可以找人去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仲裁啊 但是这个因为前面像这个谁呢 像这个啊 比如说啊 黑客去美国这个绑架这个啊 这个能源公司啊 绑架这个加油站 然后呢 骗的这个叫做什么呢 骗的这些比特币啊 以太坊啊 最后实际上大部分是被追回来 把美国政府说咱们这边付钱 然后那边解锁 解完锁以后就追踪所有钱包 然后呢 追踪钱包了以后 就是大部分最后都追回来 但是像他这种呢 就是哎 被盗完了以后 骑着咔嚓就开始这个 反复的转手卖 就是我卖一次 还不行 然后反复的转手卖 最后大概是卖了140多个以太坊 大概是价值人民币 是320万人民币 就是反而我就不停的卖 不停的捣手 不停的买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说我现在要开始追这个东西 要把它追回来 那么你就需要把这个 这个过程中的所有的交易 都要一层一层的去取消 一层一层的去做这个事情 它肯定也是有一个成本啊 那么 再去做这个事呢 就就很难 说这个追踪的事 我今天还看了一个特别 特别神的事情啊 这个事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 就是大家知道 在苹果上啊 有这种叫find my iphone 就是找到我的 iphone 或者找到我的这个 叫做什么其他ipad 或者找到我的设备 对吧 找到我的耳机啊 因为苹果是出那个 啊 airpod的那个耳机嘛 然后找到我的耳机 有这样的功能 然后呢 这个谁呢 就是现在啊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他呢 洗劫了很多城镇 这个有一个呃 乌克兰的这个民众呢 就用这个叫find my iphone啊 这样的一个功能 发现了他的iphone 现在已经在白俄罗斯境内了 对吧 这个以前你说啊 你拿了这个 呃 就是洗劫了民众啊 这个事还没有证据 现在好 证据确凿 对吧 这个人家注册在 人家名下的这个 这个啊 苹果设备啊 你这个买不起 然后你到人家去抢 抢完了以后呢 还带回到白俄罗斯去 哎 但是你说到底是俄罗斯士兵干的 还是 应该好没有白俄罗斯出兵吧 反正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现在是在白俄罗斯 啊 也有可能他卖给白俄罗斯人了啊 这个不管 哎 但是这个东西被抢走了 这个城镇被洗劫了啊 这个这个是可以被追回来的啊 或者说啊 不叫追回来吧 就是我们至少知道他去哪 啊 现在呢 这个 朱杰伦这个事呢 也是这样的 就是你如果他交易的导手比较少 啊 还是可以去做这个啊 处理的啊 像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处理成功过了 那么再讲讲什么是NFT啊 就是这次他到底被偷了个啥东西 这个东西呢 啊 是叫做非同质化代币啊 NFT 这个呢 是一种这个 以这个啊 以太坊啊 这个公链为基础的一种啊 特殊的区块链啊 托肯或者说叫通证啊 这种东西是干嘛使的呢 就是他主要呢 是咱们正常的 比如美元啊 我这一美元跟你那一美元是没有区别的 对吧 大家要同质化的 然后呢 我把这一美元给你 你把你那一美元给我啊 这个事呢 咱们大家之间是没有损失的啊 这个呢 都是要同质化代币 包括以太坊也是 我给你一个以太坊 你给我一个以太坊 我给你一个比特币 你给我一个比特币 这个中间是没区别的 但是这个啊 很多这种艺术品啊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叫无聊猴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头像啊 或者很多其他的这种艺术品 哎 他就这一份啊 他是不可拆分的 你像以太坊 我可以买一个买两个 买0.01个啊 这都没问题 他可以拆 但是呢 像这种NFT是没法拆分的 他就是一就一 二就是二啊 就是说我这个 比如这个无聊猴 他一共是一万个 但是每一个无聊猴呢 实际上只对应一个这个NFT 这个周杰伦呢 就是啊 被人赠送了啊 几个这种NFT 啊 主要呢 就是这个叫做啊 无聊猴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数字藏品 对吧 那你说为什么送给他 这事其实大家也很好理解啊 这个他有名吧 我送给他 他自己号称我有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就变得值钱了嘛 你想刚才一个一个画片 对吧 然后一个NFT的这个头像的画片 啊 值320万人民币 为什么 其实他这还不是最贵的啊 有一个 现在这个里头 大家最贵的一个 就这一套里头 最贵的一个 大概已经上亿美金了 啊 5000 ETS 还是几千ETS 几亿美金了 就非常非常贵这个东西 那你说他这么贵 他有什么道理 有什么原因吗 这是没原因啊 这个东西他就是贵 啊 这个大家愿意认同说 哎 我认同这个价格啊 这个这个是被盗的啊 这是原来周杰伦的藏品 这个可能会涨的会更快 啊 这个是周杰伦的藏品 这个是什么什么的藏品啊 然后这个被盗过 然后这个是哪些哪些人啊 曾经持有过 那么这些东西都会成为这个 啊 这种艺术品或者叫数字艺术品的一个 衍生价值 就是大家说哎 我更愿意买这个啊 比如大家都拿出来拍卖 那我更愿意买这个 那么人嘛 他总是趋利的 就是当你发现你买什么东西 有可能涨的时候 大家就会去买 对吧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NFT呢 现在很流行啊 就是甭管是咱们说的这个 啊 区块链游戏啊 还是各种这个web3啊 就是它的底层都是NFT啊 就是这种非同质化代币 就是我们已经不用再说哎 我要发个公币 我要我要发个新的币 我要发个什么东西 不用费着劲了 啊 任何人都可以拿一些东西去铸币啊 比如说吧 我今儿录这视频 啊 我录完视频以后呢 我也可以跑到open sea上去铸一枚币 然后说哎 谁买了这个币 你就永远拥有了这个视频的所有权啊 然后这个 这个你就可以去如何如何 当然这个里头呢 啊 还分啊 NFT其实有两大类 一类呢 是这个叫做 就是没有权益的啊 就是说你只负责收藏其他的或者可以买卖啊 其他的呢 是没有任何权利 比如说你拿着这个NFT了啊 你也不可以要求我把这个视频给了你 别人不能看啊 不是说没有这个NFT就不许看这个东西 只是一个证明说你拥有这件事啊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带权益的 哎 这个就是说哎 你拿了这个NFT以后呢 哎 你可以得到一些权利 比如说呢 有些人就是说奶酪啊 这个我做个NFT 你这个拿了这个NFT以后就可以上网来换奶酪 哎 有些呢 比如说啊 我这个啊 必须有NFT的人才可以参加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对吧 很多人啊 在比如说像我现在也组织了discount的这个讨论群啊 比如说哎 有些人就是你 比如说我去卖个NFT 这个你不持有这一套NFT中的任何一个 对吧 你就不可以 这个参加我这个群里的讨论啊 或者说群里的某一个特定的群组啊 只有这个持币者才可以进入啊 或者说呢 你必须要持有这个NFT才可以参加投票 才可以决定一些事情 那么这种呢 就是有权益的 哎 现在呢 这个 就按道理说 这个无聊活 可能应该也是有一定权益啊 这个 但是具体因为我买不起这玩意 就是他从卖的时候 大概就是200美金一个啊 现在呢 已经这个非常非常贵了 就是大家已经买不起这玩意了 这个 这个无聊猴呢 其实是在2021年的这个啊 4月30号啊 一家名叫这个叫无聊园啊 就是园猴的园 无聊园游艇俱乐部的一个地方 这个他们呢 在网站上正式上线 然后呢 这个写的广告语 就是无聊猴啊 无聊园啊 不得了叫猴啊 无聊园NFT 让您取得 语言猴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啊 就是他还是有一定的权益的啊 并且呢 为用户提供了一万只这个啊 语言人形象的这个啊 卡通头像 其实他做的还是挺漂亮的啊 我也见过他们这个有2D的 有画的 有3D的 当然无聊园标准的应该就是2D的啊 就谁跟谁都不一样 每只猴都不一样啊 都是独一无二的啊 没有任何两只这个就是一万只里头 没有任何两个是完全一样 然后呢 并且做成了这个统治化代币 然后拿出来卖啊 当时呢 就是两百美金 实际上就是他这一万个佛卖了 两百万美金 然后这个一万个佛呢 大概是用了一天 还是用了几天就给卖光了啊 就非常非常快就卖完了 一天啊 上线一天之后全部卖光 这个其中最便宜的啊 这个是 一万四千美金一个啊 最贵的话肯定已经上亿了 然后咱们现在熟悉的人里头啊 周杰伦啊 有这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有这东西的人是谁呢 是林俊杰 林俊杰啊 应该也是个唱歌的吧 这个因为我这个岁数大了 这个所以很多这个 这个新的新的歌星的这个歌就没有那么熟悉啊 周杰伦我还算熟 就是这个不是我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啊 不能说声光自己脸上贴金 那么周杰伦跟林俊杰啊 他们的这个无聊猴都是哪来的呢 哎 都是一个就是美籍啊 美籍台译歌手啊 叫黄力成 由他送的啊 这个叫 叫Machie Big Brother 大概是外面网名是这个 然后这个人为什么会买了这个东西去送这个啊 周杰伦去送林俊杰呢 啊 其实也很简单 这俩人有名 对吧 他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变得有钱 这么值钱 就是你还是要找名人 然后互相再蹭流量 我找这个名人 我送给他了 那么其他的这个猴就会变得值钱 因为这些名人呢 他也觉得挺好玩的 对吧 我也拿出来晒一晒 没准我自己 比如发这个杰伦雄的时候 还可以这个贴点这个啊 蹭点热度 然后我也能多挣点钱 哎 他是这么干的 然后这个送给他们这个猴的人呢 这个黄力成呢 他自己就是一个虚拟版权交易平台的一个创始人 他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哎 他就去 搞了这么个东西啊 出来送人 然后呢 主要目标很简单 就是炒啊 炒作 让这个NFT变得更值钱 对吧 这个按道理说呀 这个 NFT也好 或者说所有的这种区块链交易也好 应该是非常安全 但是这个安全性里头呢 有一个悖论 这个悖论在哪啊 就是他其实有两个问题啊 就是第一个叫去中间化 这个呢 其实还好啊 因为现在这个呃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 发现去中间化这事其实是假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头一入侵 那头各个这个交易所就冲出来说 我把俄罗斯的账号全封掉 对吧 只要你注册在俄罗斯了 我就不认你的账号了 那你去个屁中间化呀 对吧 这个你俄罗斯的所有交易 我都我都拒绝 那你有个屁中去中间化 对吧 这个事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叫做秘名啊 就我不知道是谁 我只认交易不认人 只认账号不认人 那么这两个东西呢 其实是相互矛盾的 现在各个国家处理这种叫做区块链交易 进行法制监控 而且很多国外现在慢慢的开始 要放开这件事 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秘名这件事啊 是一个也是个假的 为什么呢 这个每个人是有一个这个区块链的 就是有一个钱包账地址 当然你可以有很多个啊 但是呢 最后还是会应对到你这个人身上 还是会应对到你这个人身上 然后呢 这个慢慢的呢 就是最后每一个地址 每一笔交易 依然是可以锁定到人的 依然可以锁定到人 那么政府原来说 我禁止区块链交易 禁止什么东西 其实最主要怕的是怕洗钱 那么现在既然已经把所有的账号都对应到人身上了 你已经没有洗钱这件事了 那不就无所谓了吗 对吧 这个事就有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去交易 可以去处理这个东西 对吧 大家其实很多国外的政府呢 已经慢慢的在放开这件事情 如果这个事情呢 就是我们不要太去强调说去中心化 这个事 因为去中心化在这个 罗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 已经被证明是个伪命题了 然后呢 这个不要太去强调这个叫做 秘名啊 这个事呢就是有些秘名账号 但是呢也有很多是实名账号 对吧 这个事呢 你比如说周杰伦的账号 实际上他就已经是实名了 当这两个事是已经是确认了以后 就这个机制实际上是可以保证这个交易非常安全 为什么 我申诉吗 你你你那个把我拖走了 我只要申诉 你告诉回来 因为所有的中间流转过程都是清清楚楚明白歪的 对吧 那么谁都跑不掉 那么再一个等于是 因为这个账本啊 就跟这个就是因为区块链这个东西是要我们是每发生一笔交易 我们要往这个账本里寄一笔 对吧 这个账本是公开的 原来比如说你还要到这个各个银行去问说 这个账怎么样 这个这个账去哪了 打给谁了 谁打给他了 对吧 你原来还要去问 现在已经不用了 这账本是公开的 对吧 谁寄了一笔账 说周杰伦的这个无聊活的这个NFT 然后卖给谁谁谁了 那么这个账是记载上的 而且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 不需要开任何证明 也不需要什么收查令 什么什么都不需要 大家都都在这摆着看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反而安全啊 反而安全 但是现在为什么追不回来 就是因为呢 大家说哎 这个 我们要命名啊 这个虽然周杰伦被偷了 那么周杰伦说我被偷了啊 你们小心点啊 但是这个偷他的人说 哎 我我命名啊 然后再转个三五刀手啊 这个事呢 就会变得就追查起来 会变得难一些啊 会变得难一些 而且这种大的公链啊 比特币公链 以太坊公链这个事呢 哎 如果你最后想把它逮回来 其实现在警察也管 就是包括主要是国外的警察 国内的警察 其实也管 就是但是他逮到了以后 这个东西到底归谁就不一定了 有可能直接就没收掉了 但是国外的警察呢 就是他认为你这是一个资产啊 我还是会去帮你追溯回来 这事是没问题的 最后呢 咱们讲一讲 这个周杰伦这个事出了以后呢 这个各种NFT就继续涨 对吧 不是说哎 周这个这个 周董的NFT丢了 周董的这个数字产品丢了 对吧 这个东西的价值就不行了 那是妥妥的拍出了这个什么呀 320万人民币啊 155个ETS 50万美金 对吧 那你看到了他值钱 对吧 每一次这个东西被跟价值去绑定的时候 哎 大家就会又增加一次信心 然后这个东西就涨 哎 这个 现在呢 咱们看看 比如说圈里头哪些人是玩币的啊 就是你看到这个头像啊 比如推特也好 什么头像也好 给你个无聊活的头像 或者是一些这种卡通的这种 这种很很很这个数码风的这种投票啊 那么这些人呢 可能大概率就是他们就是玩币的啊 玩NFT的 他们就是买了这种东西 然后把这个东西作为自己的头像来用啊 这是这是一个比较大概率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很多人的你看他的推特地址啊 或者很多人有各种昵称呢 所以最后叫什么什么什么点ETH 对吧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呢 就是他们买了一个网上的这个钱包地址 正常的钱包地址啊 是一个这个一大串的这个字母和数字加在一起的一个乱码 然后这个东西是每个人的钱包地址 但是呢 这个不太好认啊 不太好记 那么就有人开始做这个叫钱包地址域名啊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很多人会去买啊 这个买完了以后呢 把他的这个名字改掉 叫什么什么什么点ETH 但是那个东西现在已经挺贵的了啊 因为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这个比较讨厌的就是说 他的这个呃 已经超出了 就是他的这个本身的价格已经大大的超出了 他的实际使用价格 比如说我现在也需要一个 对吧 但是钱都没玩 那么这个东西我现在想去买的就不划算了 那我就就拉倒 我就不买了 那你们谁愿意玩这个事对吧 去这个站在比试店的顶端 你们就去站 但是这个事呢最终还是会阻碍他的发展 对吧 这个因为这个包括什么什么点ETH这种域名 你最终的目标不是为了让哪有域名的人去比试别人 或者说让持有域名的人可以去这个挣一大笔钱 你们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让这个东西流行起来 让更多的人所认可这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搞清楚每件事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对吧 如果你搞不清楚 那么那大家就这个 这个每个人啊 贴一个这个ETH什么什么点ETH的一个标签 然后那个happy几天过了就算了 对吧 也就会变成这样 今天呢 我们就说讲了讲这个周董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猴子头像啊 这个人员 也猿猴头像被偷了啊 到底是咋回事啊 这个这个这个来龙去脉如何 NFT是怎么回事啊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感谢大家收听 帮忙点赞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的discount讨论群 再见